其实在这之前 不太会有这样的剧会想到我 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扮演文秀 因为这样的剧 其实对自己来说 是突破 全方位的突破 我第一次听说文秀 其实是在新闻推送里面 当时知道那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 牺牲了 觉得很惋惜 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 可以有机会去演绎她 所以当时接到这个邀约的时候 一方面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因为文秀作为这个时代的楷模 也是我自己的偶像 特别是越来越去接触她 去演绎她 了解她的时候 对她的那个敬仰 那个情感 是会越来越浓厚的 百尼村是我们的百尼村 我的目标 不是让百尼村仅仅只是脱贫 我是想让所有人 都永远不再反贫 她其实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子 并且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孩子 所有能找到文秀 生前的视频 资料 音频 包括她跟村民唱山歌的 很多很多的材料我都看过 她其实是一个大大咧咧的 跟谁都可以称兄道弟的 很热情 很开朗的一个女孩子 我觉得所有美好的特质 我在她身上都可以看到 你不要往下看 除了这个 慢慢走 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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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战友 我敬我战友一杯 基本上我的坐姿 我的站姿 两条腿没有把它并在一起 就站在这里就听人家讲话 真实感 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我是百尼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你这个腿是怎么了 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生病了 一定要下山去看医生的 这片砂糖局就活 到年底 纳用屯就可以脱贫了 我们这部戏呢 基本上我们是不走戏的 就直接拍 也都是当地的一些人来做配戏 我觉得导演的处理就是 他没有所谓的故意去煽情 包括导演要求我们的表演也是一样 就可能要更加追求真实 感谢观看 放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人天青 每天都 metabolic 都没有信じ 不论 心吧 感谢观看 pert 有时候我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时候 我总会去想 如果此刻是文秀站在这里 如果此刻是文秀听到这句话 他会是什么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我跟他的职业不是一样的 但是每个职业其实都有自己的特性 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